今天我們應該算是期中考後的第一次真正上課 不過我們期末考前一週要再考試 然後期末考當週要改考卷 所以我們剩下的週數好像只有六週 所以中數不多 所以原則上我們接下來的進度是一次上課講完一章 那就從這邊開始我們會講的主題 期末考前一週是幾號 期末考前一週是幾號 對那我搞不清楚我們看一下 期末考週是幾號 1月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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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週是期末考 那就是8號嗎 1號 1號 1號是期末考 不知道是什麼 你說期末考週是8號 然後呢 1號我們就是針對期末考 那8號我們來改考卷 OK 那所以是1號 1月1號 1號考試 1月1號 有沒有放假 1月1號有沒有放假 這是個問題 放假吧 原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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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沒有放假呢 可能有 應該有吧 可能有 可能有 那 同學幫我查一下好了 看看一下這幾個 如果沒有的話可能還要再提檢 那再提檢的話就變成12月底 12月25號 12月25號 25號應該年放 現在 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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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周还社团评件 评件我们是可以比较不理他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还有好几章 我们现在讲到第六章 那第七章我重新安排了一下 第七章我们讲抽样案迅速冲击 那第八章讲中央极限定理 第九章讲平均值的估计和检定 第十章就是把其他不是平均值的估计和检定 也看 那十一章讲变异书分析 或者是叫方差分析 那十二章讲回归分析 十三章讲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大概还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们好像没有七周的时间 所以我们可能有时候一周要交远站 所以我们就直接来看抽样和叙述统计 那抽样其实各位都应该有概念的 就是指骰子就是个抽样过程 从六个面里面抽出一个面 OK 那抽样有分 就是取后范围跟取后不范围 那有时候也会有连续函数的抽样 像常态分布的抽样 然后均等分布的抽样 这些都算是抽样 所以抽样是一个从母体 然后取出N个样本的过程 那这N个样本呢 通常我们会如果 如果这N个样本独立的话 那就会有比较好的特性 那如果N个样本不独立也是抽样 只是说这不独立的抽样呢 你要模拟的时候就要考虑前后关系 所以抽样不一定都独立 这边这样想象 就是这边所谓的抽样 这边是指说抽样出来有独立性 但抽样不一定会有独立性 那我们电脑可以很容易的模拟抽样 像接下来的课程 我们会越来数学越少 程式越多 因为数学的部分 在机率的部分会比较强调 在统计的部分呢 数学我们就会相对的放少一点 那程式的部分就会多一点 这样让大家可以 直接用程式来感受一下统计的用途 而不是再用数学导向的讲法 好,那比如说这个例子 Sample 1到100取10个 那也就是说我从1到100里面呢 取出10个样本 那这一个函数 Sample函数呢 在R里面是比较特别 就是说 他的replace 预设是 false 也就是说预设是取后不放回的 所以你这样子抽的话 不会抽到重复的样本 但是如果你想要抽到 就是想要取后放回的那种 像纸材质这种的话 你必须要加上replace 等于 replace 等于 true 就是放回去 取后放回去 replace 等于true 那在我们的讲过的几率模型里面 其实有 这些模型在R里面都有对应的抽样函数 那举个例子 二项分布是binomium 但是你不能直接下binom 因为R有四个字什么 对不对 d p q r 所以d是指指那个几率密度 那p是指那个百分比 那q p和q两个都是跟百分比有关的 但是两个的方式是相反的 那r是指retem 就是指随机抽样 所以我们现在所用到的 应该是前面都要加上r这个字 也就是r b i n o n 这样子才是做抽样的 那p o i s 是不瓦松分布 那我们用r p o i s 就可以做不瓦松的抽样 那un i5是均匀分布 那我们r un i就可以做均匀分布的抽样 n o r m是常态分布 我们用r n o r m就可以做常态分布的抽样 那指数分布是esp 所以我们用r esp就可以做指数分布的抽样 所以用r分布就可以了 所以以这个例子r b i n o f 25 0.5 这是什么意思呢 24样本个数 我要抽20个样本 5就是n等于 二项分布的那个n 总共有5次的国努力试验 5次的国努力试验 每次正面的几率 每次成功的几率 为0.5 那这样子去做抽样 那到底会成功几次 像第一个例子就是他成功的四次 所以其实你到底做了几次佛努力试验 以这个抽样为演 总共其实是做了100次佛努力试验 那100次佛努力试验 第一个五次呢 总共有四次成功 ok 第二个五次有三次成功 第三个五次还是有三次成功 那就这样子一路下来 最后一个五次只有一次成功 所以你会看到二十指的从0到5都有可能的数值 那RPOIS 23.5就是做二十次的布瓦松抽样 然后它的NAMDA是3.5 NAMDA3.5的意思就是说 每单位面积体积或时间里面 会出现3.5次的样子 会出现3.5次的 你要的那个东西 比如说白雪球 那种例子 每单位血液里面 会出现3.5个白雪球 看3.5是平均不可能的 会出现3.5个白雪球这件事 因为它被切一半 那所谓的3.5是平均起来 大概是3.5个白雪球 ok RUNRF 一样抽二十个 Min是3 Mass是8 Min是3 就是最小是3 最大是8 所以它的那个样本 一定是分布在3到8之间 好 所以你会看到 这里抽出来的二十个样本 是不是都在3到8之间 ok 没错 都在3到8之间 那随机抽二十个样本 RNORF 20 Min等于5 SD等于2 Min是常态分布的中间那条平均值 就是最高的那个点 的PESTO 那SD等于2 就是它的标准差是2.0 那你可以看到这种抽样跟这个 平均就是均等分布的抽样呢 均等分布的抽样会比较平均一点 常态分布的抽样会比较集中在中间 所以你会看到5.0的附近应该是有最多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5.4啊 4点几啊 4到5到6之间应该是最多的 好 好 那ESP呢 就是那个 这种指数形态的分布 ESP其实是 ESP其实是用来描述不瓦双分布 抽到几个 等那个第一次出现的 抽到第一次出现是在哪一个时间点 那种 这种分布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抽样到底长什么样 所以我们就用 把每一个东西前面加上R 而且我抽呢 就不再像刚刚只抽了20个 我们现在抽一次抽10万个 那对电脑来讲 一次抽10万个是很简单的事情 现在电脑你要一次抽个百万个 应该也没有问题 所以一次抽10万可是很简单的事情 那我们这一个二项分布呢 一样每一次都是五个国努力试验 国努力试验成功的几率是0.5 百分之五十 那我们画出这十万个抽样的统计图 你就会发现二项分布的十万个抽样统计图 长得像这样 OK 那这就是二项分布 你会看到其实二项分布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非常像常态分布 所以到最后二项分布如果数字大的时候 基本上你可以用常态分布来取代它 因为二项分布在N区近无限大的时候 其实它而且你样本数很多的时候 那个平均值 那会变成要分布 那中央极限定理其实也告诉你 任何的独立的抽样过程 它的平均值都会变成要分布 好 那接下来看布瓦松分布 那布瓦松分布 我们十万个用3.5 LAMBAT等3.5这样的参数 你会看到它的样本的分布图大概像这样 那如果你用的是1 那长得也会不太亮 那所以我们试一次好 我们试一次用不同的参数来像 好,我们直接开起R软体 然后我们先试布好,重用一步 那我先设定N等于10万 那各位可以分成一边操作 这样你会比较有感觉 好,你可以看到很像刚刚那个图 这样 好,但是呢 如果我们把它 这个N呢 变成 0.5 那会怎样 它就变得更靠近0轴 那如果N变得很大呢 又会怎样 50 你就会看到布瓦松分布它的那个 虽然看起来 图没有差很多 但是这一个 这个数字已经差很多了 那而且它感觉变得 有点像 常态分布的感觉 就是越大 好,那这是布瓦松分布的抽样案例 各位可以一边做 应该有人会需要参考 这个画面挺特别 那你打完 至少打完第一个 再往下 好,这边 这边 给各位参考一下 好,那我们继续 如果是均等分布 均等分布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果 均等分布 均等分布 分至十万 例等于这个 好,这是均等分布 看起来蛮均等 那当然如果你今天呢 如果你今天呢 范围取得不一样 那它也会不一样 例如说 均等分布 如果这边 min是 5 max是10 那你画出来的东西 它范围也就会是 5到10之间 OK 那这是均等分布的部分 那各位 如果来不及看我的操作 没关系喔 那个课本打开 大家 参考一下 这个做也可以 好 那常态分布 我们会看到 OK 是像这样 操作一次 好 好 调态分布的样子 好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的用它做实验 实验 那实验你觉得 诶 什么样的统计现象 是不是真的 那我 我是蛮喜欢用R来做这种 这种 可以说 各位 上课之前 我们先把这些东西 实验过一遍 实验 然后用实验来讲 好 那指数分布 当然 它长得就是这样 指数的线 会是这种 往下 往下的 慢慢的 弯的这种线 但是绝对不会到0 那这是指数分布 就不操作 好 所以刚刚看到的是抽样 抽样 那一旦做了抽样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叙述计计 但是 我想先暂停一下 给各位 大概十分钟的时间 来操作刚刚的抽样 各位会比较有感觉 所以请各位呢 就参考的课本 随机抽样这一段 把刚刚我们做的那些抽样 通通都做一遍 好 好 那请各位开始试试看 这样对 对那个统计 会慢慢的 越来越 食物的概念 那理论的概念 其实很简单 那食物的概念 理论有一些很难 有一些要证明的很难 但是如果你不想证明的话 其实那个概念是很简单 好 那各位试试看 试试看 先用R来做一些抽样 然后弄懂 先看清楚抽样的意义 再用R来做一些抽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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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